不过他眼中依旧带着疑惑 他已经来秦家当护卫好几年了 怎么却从来没有见过秦浩然 只是细细一看的话 眼前这人与现任家主秦浩明 还真是有几分相似之处 你在这等会儿 我这就去通报 护卫也不敢确定秦浩然的身份 当即先是客气地对着秦浩然说了一声 便是准备进去通报 而就在这时 一道带着呵斥语气的声音 从秦府传了出来 别通报了 我父亲正在和贵宾商量大事 你直接将人赶走 这年头真是什么玩意都敢来认亲去了 秦家现在好不容易遇见个贵人 若是能结上贵人这条线 那秦家以后肯定也能顺风顺水 说不得还能做些大生意 这事情当然被传了出去 于是这段时间 可没少有来秦府认亲的人 听到这道声音 虽然还没有看到人影 但是秦浩然还是一下就辨认了出来 他连忙是对着门内喊道 秦浩然的话音刚落下 那扇老旧的大门便是被打开了 接着一个身穿青色衣袍的青年 带着几个护卫从里面走了出来 那般模样并不像是来迎接的 秦浩然皱了皱眉头 但还是问道 秦浩然多年没见你都长这么大了 父亲和大哥他们还好吗 放肆 侄儿 谁是你侄儿 听到秦浩然的话语 那个青年眉头一挑 怒声呵斥的 秦浩然 我记得你 若不是因为你当初娶了那个贱人 我们秦家怎么可能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没想到你竟然还舔着脸回来 你是想还没把爷爷气死是吧 这个青年正是秦府现在的家主 也就是秦浩然的大哥 秦浩明的儿子 不过对于眼前这个二叔 秦宇倒是没有半点尊敬的意思 甚至语气之中写满了不屑和轻蔑 因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他如今秦家大少爷的地位 是来得如何的不容易 从秦宇济世的时候开始 他就隐隐明白 他父亲虽然是爷爷的长子 不过却没有他二叔秦浩然 那么受爷爷的喜爱 或许是因为秦浩然更懂得体贴长辈 而且天赋也不错的缘故 一直都受秦白鹤的看重 秦宇也记得非常清楚 若不是因为秦浩然 扫了宰相府的颜面 娶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女人 恐怕今天秦家的家主之位 就是秦浩然的了 所以对于秦浩然 秦宇的内心深处 便是有着一种厌恶之感 至于那所谓的亲情 一个被逐出家族十几年的人 对于他来说 只是一个陌生人而已 有何亲情可言 秦宇可不想自己和父亲的位置 受到影响 本来 终于见到了一个亲人 秦浩然心中是非常激动的 他都快要忍不住 想直接跑进秦府 见见自己那年迈的老妇 看看他是否还健康 但是 秦宇的一番话 却如同一桶冷水 浇在了他的头上 浇灭了他的激情 特别是 听到秦宇竟然如此辱骂 自己的妻子之后 秦浩然的脸色顿时时变得愤怒了起来 他直接瞪着秦宇喝道 秦宇 有做侄子的这么骂自己 叔母的骂 你太过分了 说完 秦浩然怒气横生 走过去 扬起手掌便是一巴掌扇了过去 为了回到家族中 为了落叶归根 秦浩然本来也打算自己受受气 这并没有什么 毕竟 他当初是那么的让老妇失望 伤心 但是 秦浩然的底线 就是自己亲爱的妻子 不能受半点侮辱 一旦触及到这点 那这个家门 他秦浩然不进也罢 毕竟 已经十几年没有进这个家门了 也不是说 非要进去不可 不过 秦浩然却有些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也低估了 他这个王成的侄儿 他不过是一个武师而已 而他的侄儿秦宇 修炼天赋还不错 已经武师巅峰了 秦浩然这扇出的巴掌 瞬间便是被后者给扣了 而后 秦宇另外一只手臂 却是反扇过来 口中还骂了一头 我们秦家没你这个人 给我滚 这个时候 一直安静地待在杜冰兰兰身后的护卫李群 瞬间一闪身 出现在了秦浩然的身旁 同时 一掌也是拍在了秦宇的肩上 啪 也幸好 李群是看在秦宇 是秦浩然侄子的份上 这一掌 只是动用了一两分力道 否则的话 身为大武师的这一掌 便是足以让秦宇下辈子 在床上渡过 哎 我的手 不过即便如此 区区武师境界的秦宇 挨了这一掌后 他的肩膀顿时便是脱臼 同时 身躯也是摔倒在大门前 凄厉的惨吊之声 也是从其口中发出 大武师巅峰 见到李群出手 那原本奔在秦宇身后的几个护卫 顿时面色一变 收住了想要冲上去的脚步 大武师巅峰境界的强者 哪怕是一镜 那绝对是他们秦家这种三流势力 要一力相待的存在 在秦府之中 也有一位大武师巅峰一镜的克卿 就算是平日里 没有什么李树的秦宇 见到那个克卿 也要尊敬地叫上一声 陆伯伯 啊 快去 快去把陆伯伯叫过来 杀人打我 躺在地上 抱着肩膀的秦宇 也是感受到了 从李群身上 散发出来的强大气息 当即 他一边痛苦地惨叫 一边气急败坏地 吩咐护卫去叫人 门口的守卫 看了看秦宇 在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觉得 应该听这位大少爷的话比较好 毕竟 现在秦家的家主 可是秦宇的父亲 不过斩茶功夫 一个身穿浸装 约摸四五十岁的男子 便是提着一柄 一人高的大刀 从秦府中 快步走了出来 在看到李群后 这个男子的眉头一皱 从后者身上 他察觉到了一股 极其危险的契机 当即 他便是对着 正在地上哀嚎的秦宇问道 秦宇 这是怎么回事 如此强者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来巡视 这有些不符合情理 再说 秦家现在也没得寸什么人 我不怕 他打断了我的手 还敢在我们秦府面前 如此伤狂 快点教训他们 秦宇还以为来了救星 竭力地嘶喊着 听到他的话 这个男子的面色 便得有些难看了起来 因为他隐隐感觉到 眼前之人 修为绝对在他之上 他若出手 肯定逃不了好 当即 他拿着大刀 站在门口 面色有些阴晴不定 他没有理会秦宇 秦家 只不过是一个三流势力 根本没有什么钱财 去请高级舞者 自己若不是因为年轻之事 受过秦家老家主的一些恩惠 也不可能来秦家 即便如此 在秦府之中 就算是家主秦浩明 也是和他平辈相承 他又岂会听秦宇 这黄毛小儿的命令 最主要的是 就算是为了老家主着想 得罪一位来历不明的 大武士巅峰强者 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 王城之中 势力如云 秦家在这角落之地 或许还有一席地位 但是走出这角落 给城内那些大小势力 擦斜的资格都没有 这位朋友 不知你这是 男子对李群拱了拱手 颇为客气地问道 对于他的问话 李群并没有回答 而是站回秦浩然身后 主仆地位分明 这一幕 被那持着大招的男子 看在眼中 顿时忍不住瞳孔一缩 就以李群 对待秦浩然的这态度 就能说明很多事情了 侍卫和客卿或者供奉 对待自己的主子 态度都不同 如他对待秦宇 这就是客卿的态度 如李群对待秦浩然这态度 那就说明 李群只是眼前这人的侍卫 能拥有大武士巅峰强者 作为侍卫的人 来历绝对不一般 请不吝点赞续